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 我要的是葫芦 从前,有个人种了一颗葫芦 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 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 花谢以后,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 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 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 有一天,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牙虫 心里想,有几个虫子怕什么 他盯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小葫芦快长啊,快长啊 长得晒过大南瓜才好呢 一个邻居看见了,对他说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 叶子上生了牙虫,快治一治吧 那个人感到很奇怪,说 什么,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我要的是葫芦 没过几天,叶子上的牙虫更多了 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 一个一个都落了 打完 grabs while 亮报 真别人 叶子上